永不忘记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中共在2017年谋杀了 有想说谋杀了洋天水 那习近平在那一年登基做了皇帝 其实这都是斩断了 中国最后的一个民间和政府 当局和民间之间和解 这种有一个希望 彻底没有了 那相反我们这些人 虽然说中国政府主动的切断了这一丝希望 消灭了这一丝希望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仍然是要坚持秉承 这一个没有敌人 没有仇恨的这样一个理念 我今天来到赛塔莫妮卡的海边 来纪念刘晓波 不仅仅因为刘晓波 他对于中国人权的贡献 对于中国民主的追求 同时我个人还非常 崇敬他作为一个活动家 身上特有的一种活动家的精神 那就是谦虚 刘晓波在他的一生中 并不是没有犯过仇 但是他知道自己犯过错误以后 他去反思自己的错误 他为此而感到羞愧 然后不断的去改正 不断的去追求 不断的谦虚的和其他人去交流 因为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人 可以说80%以上的人 不知道刘晓波先生的存在 就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他们有的在大学工作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晓波先生的名字 不知道这位刘晓波先生 为了中国的和平事业 或者说为了中国的人权 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所以我希望这样的活动 会越来越多 今年来我们在中国发生了 各些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了 包括在吉林 包括在苏州 对于美国人 对于日本人 对于外国人 那个无差别的东西 当然更包括 中国民间那么充满了的力气 所有都要说清楚 这是政治报道的一个责任 都是由中共来承担 但是对我们来 对我们这些对中国政治有报道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